华晨宇到底会不会唱歌?王杰给出答案,而且还让网友心服口服。 2022年1月10日,华晨宇刚刚把2021年演唱会收尾,他的2022年火星演唱会话题就于当日组建成功。 某社交平台上面,关于华晨宇演唱会的回顾更是频繁更新,大有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,如此可见,华晨宇的热度确实高得不得了。 可是,就在他刚刚把2021火星演唱会收官的时候,却遭到毒舌女艺人惊心的吐槽。 先是表示他够呛能上春晚,之后更是直言他没什么好歌,甚至借机连他的妆容也吐槽了一下,称其装造太具挑战性。 王杰也曾评价过华晨宇。 在华晨宇出道不久,两个人就在一档综艺节目相遇了,资历老的王杰坐上评委席,华晨宇则是作为参赛歌手出现。 在听完华晨宇的演唱之后,王杰先是在他的演唱技巧上给予肯定,随后指出他唱歌时的两个问题。 一是有间歇巴鸡嘴的毛病,二是在演唱时,尤其是飙高音的时候要有一些感情投入就更好了,唱歌不只是吼叫,还要把感情放进去,否则会给人一种压迫感。 其实,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都是在批评中不断进步,在学习中不断前行,否则就不会存在老师这个职业了。